今天這個Vlog有點臨時 因為我剛下課就直接衝過來了 這是我去雙龍寺的時候 沿途發現的一間 是 它叫瓦帕拉 應該是這樣念 然後我在被它門口的兩尊雕像給吸引了 上一次只有在門口走而已 還沒有進到這裡面來 我們進到廟的正前方 就會看到旁邊有一個小路 那個小路用走的可以走下來這邊 很臨時就帶大家來看看 從青麥市區前往雙龍寺的路上 左邊有一間看起來規模不是特別起眼的寺廟 這就是瓦帕拉 我就是被門口的這個看起來 有點像人面獅神的雕像給吸引住了 我問了很多泰國人 他們都不知道這個雕像刻的到底是誰 那後來經過網友的提供才知道 這個叫做馬努西哈的守護神 馬努西哈是來自於巴黎語 這是一個影響東南亞佛教國家很深的語言 馬努就是門路 是人的意思 西哈是獅子 那在我查資料的過程中也發現 那他就把它放在一頭白色的大象背上 讓他自由地走 那白象呢就爬上了這個樹鐵山 在一個瀑布旁邊就停下來休息了 就是現在的瓦帕拉的所在地 那我剛走的路是從這個竹林裡面走下來的 那這邊一些注意事項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路上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 這個紅色的車子 來載這個遊客 這邊應該是車子不停在進去了 沿著一個小路下來 這邊都是竹林 還蠻愜意的 那這邊有 有好多的老外騎重機 感覺是他們必經的一個行程 還挺愜意的 可是我們走了好一段路了 還不知道到了沒有 冰品跟冰 我看到了寺庙的入口 就在那裡 後面呢其實可以看得到 這個高角屋的房子 其實我來泰國這好一段時間 我第一次在這邊看到高角屋的房子 這邊禪的聲音非常的大 這一區的建築風格 讓我覺得跟我最近去的地方 都有一點不太一樣 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 괜찮아 ihren 找到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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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这雨真的是下得很突然了 我相机都撕掉了 山上地区真的是说下雨就下雨 我们就边拍边找地方躲雨了 我刚拍了一些照片 不得不说 虽然说这种天气 有点行动不方便 但我会有点想要劝大家说 其实你可以挑一个会下雨的天 来到这里 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因为下雨天 这个古塔在雨天里面 会显得更 更美 哇 所谓雨过天晴啊 乘过去就是你的了 虽然雨还有在下 但是不大 不影响 就走出来 靠近这个古塔这边 给大家看一些细节吧 虽然说并不算是主角 不过这件事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前往双龙寺的路上呢 休息的一个终极站 所以说无论是建庙的历史 还是往后的时间里面 它跟双龙寺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是谨细着的 然而最特别的就是 这间寺庙的建筑风格 跟它的绳子 满满都是缅甸的风格 包括了门口的马努西哈 也就是最常出现在缅甸的守护神 那之所以会有缅甸跟泰国的风格融合 据说主要是因为这间寺庙被荒废了几百年之后 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缅甸的木材商人 就捐赠了经费来修建这个寺庙 而修建寺庙的这个僧人 也是受人崇敬的 Kruba Sivichai 它是一个擅长结合缅甸跟泰国兰娜风格的僧侣 那据说这位僧侣 他当时也是因为 时常到缅甸去修行学习 所以才学习了很多的缅甸的建筑风格 那在他的代理下 把这个Watt Palat修复之后 Watt Palat就拥有了独特的缅甸 跟泰国兰娜风格的两种风格的融合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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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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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可能就这样子 我们就下一部片再见咯 拜拜